今天給不到很漂亮的PowerPoint 但是我想盡量在網上 我會即時給大家看看圖形 究竟接下來這個星期是怎樣的 大家也看到過去一個星期市場大幅反彈 其實我上個星期跟大家說的時間 策略上都是預算市場有機會再殺多一陣 不過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因為太多人轉了風體探 如果你看上個星期五 外面市場的評論 大部分的評論都由超級大好友變為有所保留 甚至乎有些開始看2萬8000 我之前跟大家說都是逐級逐級看下去 2萬912000 接著穿了就看2萬8000 現在不是 其實很多人還比我更加進取 當然不是我看得不進取 而是說我要因應市場的情況 給大家一個節奏控制 因為太早說得太遠 可能大家在適應上才入圍主了 那就反而閉了 我記得上個星期給大家一個策略 在第二節要付錢那一節 就跟大家說 我遇過市下去 因為上個星期三 那時候還沒經歷過星期五那天 也是那晚在外圍的時間 這晚美股大插 因為中國出了一個反擊貿易戰的因素 夜期跌到2萬9100 其實是一步到位的 所以我上個星期給大家的策略 就是在指數會試下去2萬9000 略作反彈自己行事 結果當晚禮拜三晚的夜期就做了這件事 禮拜五再跌不下去深 就開始出現有反彈的情況 所以這個節奏有時太短線 是需要大家摸索和調節的 當然我在這個節目 最主要教大家一個投資的概念 是教育意義為主 所以現在有時跟不上那麼貼 但是我不是每天去做節目和大家做直播 還有泰國貼的那些你自己跟不貼 都是麻煩的 好像很簡單 這個星期 星期一再開不下 開始夾上來 破302838的時間 就已經有一個上升的趨勢出現了 理論上如果你炒顯身工具 那一刻衝上去你就要 有心準備可能要避一避 好了 彈到今天試過31,000 殺了一些紅症 那就開始有回吐的跡象出來 這個就是一些比較短的技巧 我覺得不容易去掌握 不是說做不到 而是說我做不到每一分每一秒 提醒大家 跟進跟進跟出這樣的情況 大方向 我仍然告訴大家 沒有變 這個反彈 其實就只是純是一個技術性的反彈 不足以導致到 將向下的看法改變 要留意著一件事 就是說現在的恒指 雖然今天彈上31,000 但是技術上其實是沒有改變的 仍然都是一個反覆上落的格局 這個格局 你會看到 開始那個波幅區間就越走越落了 這個區間開始這次彈上去 就連31,000 都是剛剛碰一碰回頭 如果大家有圖表的 你可以拿回我們之前的圖來看 如果以港股的情況 暫時來說 都是在31,900 如果大的波幅區間 下面29,100 如果再窄一點 那麼少就是31,800 到下面是29,500 那你今天碰一碰31,000 其實是中間位 中間位意義不大 連升三日不代表繼續升 就算再上去 上面壓力越來越重 因為我們要用基本分析 和現在客觀的環境 去看究竟發生什麼事 另外我們看看美股幅圖 這幾天都很厲害 昨天彈升至400多點 最高500多點 美股昨天雖然彈了400多點 但是仍然都是下降三角形的 沒有上破到 所以 無論美股港股 這幾天的彈 我只是 還是當它是技術性的反彈 不代表轉勢 明白 這個真的要搞清楚 千萬不要因為升幾天 很有趣的 你現在留意一下 外面開始看就是32,000 就是港股 上星期五就看28,000 升三天就是32,000 這些就是我們經常說 見升、見跌、見跌 回看上32,000的原因 大家如果有看報紙、電視都知道 這幾天大家都跟你說 貿易戰沒問題了 打完了 緩和了 大家都可以談了 然後不會真的打的 是不是真的打呢 我們待會慢慢分析 從特朗普的利益關係 和習近平的利益關係來看 還有 市場演繹它為有緩和 跡象究竟是不是事實呢 還是其實只是大家一廂情願 然後看到市場上去就當是呢 又或者做一口看探的人 因為聽到這件事 很怕自己買上去 平一平倉 而導致大家覺得這件事沒有問題 這很多可能性都有 之前我跟大家說過 我會分析衍生工具的指標 當然這只是一個參考 不是每次都一樣 但是我們看看 上個星期市大跌的時間 之前 其實基本上是倒閉一邊 牛證的街貨相比紅證是九對一的 這個就是 當時出現的現象就是 大部分人看得很好 特別是在騰訊公布月跡前 就是3月21日那段時間 大部分人看得很好 覺得不升也不應該 3萬2一定會破的 那時候做牛證的指數是九對一 而騰訊和平保的牛證 Colin 就簡直是大數量的指數 結果這個市場下跌了 下跌了兩千多點 上個星期五很多人害怕的就是 開始除了很多人看淡之外 看28000之外 牛證和紅證 竟然是紅證多於牛證很多 以最近那一千點的區間來算 是紅證佔了85% 牛證是15% 你說這些環境夾不夾硬你 應該的 當然這些數字就一定要你貼市短炒 才知道 但是如果大方向 譬如說我們高位減了榜 真的有清倉或者持有現金多 應不應該去入場呢 除非你是短炒駁兩三天 如果禮拜一沒有做 到今天你就不要做了 我上個禮拜的策略 都是叫大家不宜撈底駁反彈 沒有變 因為為什麼呢 實際的環境是沒有變過 還有 今天 雖然市衝上三萬日 但是誰知道 衝上去的時間一開 所以 旗子有做低水 之前我都和大家說過 旗子高低水的變化 很多時候是代表倉底會有變的 可惜我今天沒有辦法 給大家看一幅PowerPoint 明天可不可以將它上去Facebook 給大家看一看 聽著來看 就會清楚一點 Facebook就是 你有Facebook戶口 你就上去打沈大師港投資的專業 今晚做完之後 馬上飛回公司 上去 讓大家可以一邊聽的時間 一邊對圖 續張來看 不好意思 再一次道歉 今天大部分時間都是處於低水的情況 即是旗子低於恒生指數 這個正正反映到可能有些大手的旗子好倉平倉 又或者開始審一些新的淡倉 所以我估計 今天彈完之後 接下來幾天市場又會做回調 回調 回調後就要試下去看看 三萬邊那些位置 再有沒有壓力穿 關鍵的時刻 應該是在下個星期裡面出現的 過市在四月底下半個月 可不可以試下去穿兩萬九呢 下個星期應該有手影 這兩天也開始有少少手影 但是因為在轉倉的過程 沒有辦法 變了再要觀察 有時候在某些環境 靠邊閘不是錯的 千萬不要想著天天都要入場 大家都知道 如果你過澳門賭場 你磨爛隻 真的鋪到你最後一定輸 你跑馬長長倒你一定輸 但是如果你等到一個機會 部署一個中線的浪 你的贏面是高很多 當然了 整件事的震盪 現在市場的演繹就是 之前跌下來是不應該的 只不過是特朗普 搞貿易戰令市場跌 現在大家認為貿易戰已經和解了 那就是要升 所以突然間這兩天 是今天最多人說的 就是看回三萬二 因為市已經沒有問題 但是事實是這樣 其實一路由2月3月到上兩個星期 我都跟大家說 4月份留意的因素很多 其實都是每一項都可以拿命的 問題就是在哪一刻發酵出來 港匯是一個問題 我在拋坊那裡圈了有幾天 其實在過去這兩三個星期 有幾次的港匯在夜晚時段 凌晨時段 曾經上過7.85樓上 立即下降 即是跌破了藥方保證 立即收定 好了 撞多幾次 頻率越來越密 我估計真的要迫使金管局出手的時間 已經迫在眉睫的了 隨時會來 那只要港匯一出現了一個逆轉 一個就是金管局要入市干預 給了銀行結餘 或者要降低金管局的貨幣基礎 就是說要買港幣就沽美金 一做這個動作 那股市就會出現有問題 因為那個拆息會大幅扯上 剛剛來的時間 6點多 台長就跟我說 有一段News 關於敘利亞可能會很快 72小時之內有空閘 這些地緣政治因素可能短暫影響 但是金價已經不覺不覺這段時間 慢慢迫上去1344 這兩個星期我都一直跟大家說 不要等到1300 1320多 1330以下 你無論如何都要買一兩處黃金 開始你看到金價現在迫上1344 如果這個地緣政治因素再發酵 令到金價升上1360 那金價應該就會飆一股很厲害 上1400 所以 要留意著 你看看 會不會這一兩天還有位置給你買 但是你似乎買不到便宜的黃金 大家留意著 港會的因素 會是一個影響很大的因素 這個因素 就是會影響到香港的息口的變化 而最後 會影響到樓市 樓市 講到臭了 我自己的口都臭了 你又會看到這個星期 一直有不同的零星的成交就破頂 這裡破完那裡又破 如果單用一些成交 這樣的一個成交價 我不會覺得樓市是真真正正的全面上升 你會看到 因為這段時間 其實發展商沒有特別去推一手樓 這兩個星期 自然也會透過地產代理的吹谷 他們自然追價追二手樓 現在的樓市 你已經去到一個階段 大家已經推到 共同有一個信念 就好像幾個星期前的騰訊一樣 只會升不會跌 你想想 最終結果會是怎樣 我覺得 沒有得爭的 這件事 我一定會堅持著 不建議大家現在去買樓 也堅持著樓價一定會出現很大的跌幅 你自己衡量量力而為 衡量自己的風險 好 看完港匯 我照過PowerPoint來講 一會兒可以上專頁那裏 看看能不能拿到 我嘗試說回去 就下載 上去 美匯指數仍然上上下下 回軟一點 貿易戰好像說 又和解 美匯就回軟一點 感覺覆圖差不多這次準備爆上去 當然要留意著一件事 這個星期 美匯跌回 金價反覆上回 但是 美股反彈 下一步 如果你留意著 當美匯再升 金價再升 那一下 美股就要下降 因為到期時就要炒風險因素 另一方面 油價 我今年年頭跟大家講 我是看好油價的 就算他有機會回 都是看58的位 紐約旗又58美金一桶 但是結果真的下不了 又是60邊 59點多 又彈上來 油價那幅圖 就直接連續幾個星期 都是頂住在63至65的位 頂住頂住 似乎想破66 這一下上去 油價我可能都會修定今年的目標 不是68至70 是有機會76 或者更加高 今天沙地阿里伯也發表了他的看法 他們覺得油價今年 他們看80元 因為很多的因素 包括一些政治產量的因素 變成他們看油價 是80元 當然 這個80元 到最終結果是否成事 但是我覺得 今年其實美國 其實我經常說 黃金的大樁 拿樁那個是中國 石油拿樁那個不是中東 油祖國 是美國 過往油價賺下去28元的時間 其實油祖國是受害的 他們不想油價跌 但是結果油價也是要跌 反而 到油價由28元升上50元 油祖國說談減產是談不成 但是一直談不成減產也好 油價都可以推上去40多元 為什麼 因為美國出了原油庫存的數字 諸如此類的因素 所以你說拿樁那個是不是美國 而美國是希望油價升的 因為這一年多美國已經大量出口石油 以前他一向只是入口 不會出口 但是你要看到他的部署 其中一件事就是把石油出口 賣出去 如果美國佬要賣油 他是不是想賣貴一點 而控制到油價是美國佬 在旗油市場裡面 興風作浪 基本上我估計今年的油價是會持續上 好了 油價想帶來什麼因素呢 之前幾集分析過了 涉及到通脹 特別是大師投資教室裡面 講過通脹的時候 其中一個令通脹上升的成因 是貿易戰 第二個就是控制供應 這兩件事美國佬也做到 然後就在期貨市場夾倉 如果做到這個動作的話 油價是要上升 通脹是要來 美國是要加息 所以到今時今日 我仍然堅持 2018年是要加四次息 至少三六九十二 四次 因為真的要給加息一個借口 美國是要加息 不加息是不行 經濟不是最重要 你看特朗普為了政治利益 打貿易戰 經濟也不是重點 所以要留意這幾件事 大家繼續留意油價 金價美匯等等各方面的走勢 整個大局理會很清楚 現在港股這幾天夾上來 主要是兩個原因 美股夾上來就是一個原因 就是貿易戰緩和 港股夾上來 加上今天是因為昨天 習大大在博奧論壇講了一些政策措施 除了讓大家演繹為可以有助和解貿易戰之外 更加重要的是開放市場 我先講開放市場的部署 究竟是有什麼好處不好處 我可以告訴你 今天你會看到很多內險股、內人股都掃上去 是市場炒錯 或者你可以說 有人別有用心 借這個因素 總之黑又變白 白又變黑 指鹿為馬 壞消息又當好消息來演繹 跟著夾上去 散戶就不知道 見過加星 跟著很多財演 每個都跟你說 這個有利 那你就以為完全兩回事 是有利的 那你就追進去 同樣的經驗 我不是說要踩行家或者什麼 而是我希望大家透過聽我這個節目 學會一件事 就是市場都是一個羊群效應 市場的演繹很多時候就是一個錯誤的演繹 但是錯誤的演繹 他都可以 明明不是應該值得上升的 他都會上升的 那你見他上升就相信他上升 那你往後就有一個錯誤的概念 錯誤的概念 當時要翻回去 反映現實的時間 因為這件事進了腦 你就覺得不應該跌這麼多 很簡單 到今時今日還有人覺得 騰訊不應該跌這麼多 因為中了毒 洗腦的年紀 騰訊的不斷升 令你覺得應該升 跌是不應該 但是我告訴你 騰訊應該跌的理由 全部有根有據 計算了數 放在那裡 加上經驗的判斷 是應該跌的 但是仍然很多人告訴你 不應該跌 那你自己去想 你自己消化 你可以不相信我講話 或者覺得我講的東西是錯 但是我講的東西 邏輯 計算 全部沒有錯的 我相信夠膽講 所有來看好騰訊的人 你跟我當面去debate 去討論 我都爭得贏你 不過你說格是這麼升 這個東西是不關事的 是不是 夾倉也是可以做到這件事的 習菲城市也做到這件事 還有一件事 一直夾騰訊上去 你怎麼知道不是明修棧暗渡陳倉 用錢買起騰訊 還手已經沽突了 做了淡倉 2007年我們就講 最後幾千點升上去 二千多億成交 竟然有些人說是真金白銀入場買貨 為什麼不是升 我可以告訴你 買升上去那班人是沽突了 為什麼 因為有很多場外的衍生工具 而是那時候很多人不知道什麼叫做 accumulator 什麼叫做EON 在最後15分鐘大師投資教室 我就會教你們認識什麼叫做EON 怎樣利用EON 來到散貨 而影響不到股價 你想想 在市場沽股票散貨 會推倒過價 但是如果在場外大手去做EON 這樣就可以散貨於無影模式之中 你看圖是看不到的 可以告訴你 440元抽信 470多元的騰訊 是大手散貨 不是買上去的 買上去是你們 你們身邊的人 你們全部的散戶 你們不是買證股 買倫 跟著倫商就要去買證股 是不是你推些倫商去接貨 當然了 你輸了那隻窩倫 也是你有份輸的 對不對 那一刻是上去散水的 你現在看回頭 對不對 所以 在投資教室那裡 那15分鐘我會跟你講解 基本什麼叫做EON 掛鉤票據 那個作用 在你們的作用是怎樣 在大戶的作用是怎樣 不自覺地 你們看好市場 進了牆 跟著 又不自覺地 有很多想著穩陣做EON 原來是幫人散水 自己吃到應一應 就是這樣 所以 為什麼 基本因素應該跌 但是市場可以升 其實都是那句 不升就怎麼可以跌 不大升就怎麼會引到人接貨 今天的升 就是為將明天的跌而準備 可能有很多人不接受這個說法 不接受的原因只是一件事 第一 你學錯東西 第二 你不了解市場其實是在運作什麼模式 你連周期理論也不懂 估值你不會判斷 你只是因為聽得越多人說要升 然後你見他不斷地升 你就相信是應該升 這個format 是專門用來裝彈戶的 製造市場氣氛的 唯有大家自己慢慢去學習領略 如果你仍然覺得短線追逐著升 技術圖表告訴你破位追 那樣又對 然後之後 你由短線可能又不懂指洩 變長渣 長渣都不怕 因為每個人都說收息很重要 匯豐買來收息就好 那你就由八十多元滾到下去差二元 對不對 你如果當日是為了收息八十多元去追 因為那時候很多人推你進去追 還有市場不上三萬四 不上四萬 匯豐不上是上不了 所以不怕了 五來幾息收了怕什麼 你一鋪就在賬面輸兩年的息 對不對 所以有很多市場歪你就是歪你 我們的經驗我們當然知道 但是有沒有那麼多人會跟你說這件事 當然一定是很多人不餓的 也有很多人不斷近期 有時候看那些留言 看到一些東西的 這個星期很一年左右 在那些打手留言那裡 無論在我節目 其他節目 或者有些看探的人節目都是一樣 不斷強調一件事 不要聽沈大師說 聽另一個基金經理說 你不用想的了 跟他做就可以了 所以你們應該 就要立心拿著這貨 就算淡有興風作浪 硬吃了他 捱上去 就不要走來走去 不要低位打指示 誒 得人害怕了 最重要是出這些聲音 他不出這些聲音 我都不覺得有問題 即是對我有利 越出得多這些聲音越好 真的 那你就聽他們說 聽那個人說 拿著這貨硬吃他 可以的 去年還可以的 今年見紅味 你自己想吧 這些就是教你們做一個蠢人 不用腦跟大隊 變相就是教一個不用腦的羊群 製造出來 是不是 下一節我會詳細分析 為什麼我覺得貿易戰未緩和 還有第一槍已經打了 就是對俄羅斯的商人和公司出現制裁 俄女的急電 已經告訴你 特朗普根本不會停 是在打貿易戰 我和她的Twitter的貼文 看看她的意義是否市場所演繹 第一節就完了 第二節就要支持我們的自己友 可以詳細去看 先聽首歌 李麗裔的舊歌 快將煩惱罪忘記